与病毒共存迈入第三年 各行各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餐饮业的感受尤其深刻 像是这位台商 原本在成都有21间店 从卤肉饭卖到麻辣锅 大陆媒体多次采访 是赫赫有名的网红店 但疫情一起 营运大受冲击 他就回到台湾 舍弃了实体店 彻底转向网路宅配 把麻辣火锅的汤头 做成料理包 结果在云端继续参展 帮忙把那个车边帐拿过来一下 银绳帮我拿一下银绳 台南乡间凉风徐徐 茂密绿下快手一搭 车边帐下立刻营造出露营风情 火帮我开小一点 对 不要那么大 对 好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乍看像是好友相约到户外野餐 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工作而来 你拍这个景 你从今天拍过来 3 2 1 来 然后这包就是我们的火锅 麻辣火锅的底料 这是疫情之后才创立的网购麻辣品牌 开箱示范煮自家麻辣锅 但常见刻意舍弃家中厨房 改以户外露营为情境 因为这是疫情之下的潜在商机 这几年的话 台湾其实露营风越来越丰盛 因为疫情嘛 那台湾人都喜欢吃火锅 那我去参加了大大小小 可能有上百场的野营露营 不管它做什么料理 它都一定会有一个火锅 尤其像有些在那种海拔 比较高的露营区或者野营区的话 冷啊 所以它就会搞一锅火锅 虽然在台湾是新品牌 但以短片影音做行销 对张浩伟来说却不是新鲜事 2006年他就到成都开餐厅 从微博微信到抖音的宣传模式 都非常熟悉 是当地赫赫有名网红银店 所以大陆在大概17年的时候 抖音 抖音起来之后 它就开创了短视频的一个年代 现在其实很多年轻朋友们 或者是现在大家都很忙 没有那美国时间给你看一大堆字 如果说他能看到影像 它会更有感觉 它就有画面了 当时张浩伟在成都 连直营带加盟一共21间店 主打炸鸡排卤肉饭 包括麻辣火锅都有卖 央主除了供应自家餐厅 还帮好多台商OEM 我们最主要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间 其实在成都来讲 那时候其实台式口味的餐厅不多 所以也就是它的原物料供应 其实是没有的 几乎是没有的 大概可能成都在那个时候 搞不好有一半的卤肉饭 是我们出的 然后也有客人 要跟我们买整包的料理包 备料出货天天都要来上一遍 为了各店口味都一样 配料分量紧紧计较 大颗小颗细细斟 精准到每一颗 同事们会 很多因为都是阿姨 他们就会 也会有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 那我要去 差那点有什么关系 甚至应该这样讲 搞不好差那点 搞不好味道我也不见得尝不出来 大概类似于是老板闺毛 老板要求很严格 借着标准化SOP 分店果真越开越多 多次接受大陆媒体采访 在成都很有名气 但疫情一起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很可怕 很可怕 餐厅 我们一般说 人家都说 哇 做餐厅最棒 现金生意 对不对 好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有赚钱的时候 每天赚都是现金 OK 那当遇到这种大状况 大时代的问题 疫情 这手边这么多电筋 加盟全部不能动的时候 你所有的固定成本 都还是要必须支出 你房租要付 你员工薪水付不付 就是每个月就是 三万五万人民币在烧掉 这很可怕 这两下就回到解放前了 当时为了避免疫情失控 全世界都一度进行了 非常时期的管制 2021年台湾三级警戒时 全台餐饮大受冲击 营收以百亿的速度萎缩 连两个月衰退幅度 逼近两成五 尽管七月底 接出三级之后 略略回升 依然远远不及四月的表现 眼间疫情起起伏伏 难以预料 张浩伟回到台湾之后 不再经营食品店 全面转向往后交配 台湾的餐饮店比较多 还是说我去餐厅里面吃 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大家就因为去餐厅吃不方便 有被限制或者是自己害怕 去开始会叫外卖 就是像我这一类 现在这种料理包 火锅 骨料这些的 在网路上面买卖 其实流通的越来越多 有明显感觉的出来 这黑漉漉的麻辣牛肉羹 也是因着疫情成为主打 毕竟与病毒共存 迈入第三年 防疫的准备 早从米面生鲜 延伸到休闲零醉 你像一般的米面食 煮食类的东西 再能吃你也就一天三餐 午餐不得了嘛 对 那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耗在家里面 一整天 一个礼拜 对 都耗在家里面 那在家里面能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追剧吧 或打牌 打麻将 就是嗑这个东西 这种麻辣牛肉羹 起源四川次贡 是下酒菜 也是解馋的零食 在四川人的生活当中 原本就无所在 他们吃的场景很多 我在各种地方 电影院也看得到 打牌的时候也看得到 OK 然后追剧的时候也看得到 开车开长途的时候也看得到 有一个朋友他开车去西藏 但一进去他是一个月 他带了至少一箱的牛肉干 在路上吃 不同于台湾牛肉干 多片薄薄一大张 四川版的多了厚片条状的造型 入口更有绝感 大陆相对于台湾 会比较喜欢就是 比较大口吃得到东西的那种感觉 他不喜欢那种很小很小 或者很薄很薄的那种 就是让他比一般市面上牛肉干 会来得更厚一些 然后他这样就很有肉感的感觉 你吃进去你就很饱满 很有吃到肉的那种感觉 肉感满足之余 滋味也有惊喜 除了有四川典型的辣椒花椒之外 川味里非常罕见的冰糖 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张浩伟一直就知道 这个很对台湾味 因为这十年 我大概把四川的东西吃遍了 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就是活生生 可以原封不动带回台湾的东西 它就是甜的 它就是甜的 那很有趣的是 四川人不爱吃甜 但是他们就爱这一味 甜辣自味 因而被张浩伟选中 在台湾力推 目前整体营收 依然比不上程度 二十一家实体店 但在疫情之年 张浩伟选择以网购 宅费的经营模式 在稳健当中求发展 想要全天候24小时 收看新闻直播 敬请关注 东森新闻官网 也可以手机下载 东森新闻APP 让你掌握新闻讯息 快速又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